雅各書三章三節,這段經文是講到蝕頭,蝕頭如何影響全人 其實來源是內心,因為耶穌說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發出惡來 即是他的內心,生命有問題,就會在蝕頭走出來,即是說話就會走出來,而他說的話也會影響整個人 三章三節開始讀書 雅各書 我們若把雀環放在馬嘴裡,叫他送服,就能調動他的全身 看下船隻雖然甚大,又被大風吹壁,只用小小的陀,就順著掌陀的意識轉動 這樣蝕頭在百體裡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看下最小的火,能點著最大的樹林 蝕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蝕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護衛全身 雅良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視從地獄裡點著的,各類的酒獸,飛行,昆蟲,水俗 本來都可以制服,也已經被人制服了,唯獨舌頭沒有人能制服,是不止色的惡物 滿了害死人的毒氣,我們用蝕頭重贊那為主為父的,又用蝕頭奏座 那照著神形象被造的人,重贊和奏座同一個口裡出來,我的弟兄們 這是不應當的,全員從一個眼裡能發出甜苦兩樣的水魔,我的弟兄們 無花果樹能生甘藍窩,葡萄樹能結,無花果芒,鹹水裡也不能發出甜苦 這裏說到舌頭罪惡的影響,這裏說到,有時一個部分可以掌管整個物體 例如一隻馬,用著環,在嘴上整著他的嘴,你一拉,他的嘴馬就聽話了 講到舌頭,好像嘴受影響,整個人受影響,這只是一個比喻 舌頭,用舌頭,可以控制船的方向,形容一小部分可以影響整個物體 這樣就形容到舌頭,雖然在百體中最小,在身體中很小,舌頭的舌頭很小,但能夠說謊 這個大話,這個大話,這就是誇人,這個話 他這裏說,誇大話,誇大話,這個話 舌頭很小,但能夠說誇大話,和最小的火,能夠點出最大的樹林 他就用比喻,這裏又用比喻了,即是說,舌頭好像火一樣,就會燒著整個人 OK,那這裏我們就看到些什麼呢,就是一個人少少影響整個人 小小的部分,我們的舌頭,我們的心思意念,我們的人生的目標,就影響整個人 但這裏都可以看到神的屬性,神的屬性是什麼呢,我們看到不好的就看相反 不好的就是人的罪性,小小罪性影響整個人 相反,罪性的相反是什麼呢,善良,聖傑,即是神的善良,聖傑,就會在他裏面發出來 所以耶穌說的話都是充滿祝福的,然後就是,神本身就是這麼善良 然後他就能夠將善良的性放給人,即是我們由反面的經文,講到罪的經文都可以看到神的屬性 世人呢,他有些罪,就影響整個人,就像燒著的樹林一樣 但是神呢,裡面是善良的,善良就會發出來,就影響整個人 因為神裡面是善良,所以他能夠改變人 即是我們看到什麼好的,我們就會看到來源是神 我們看到不好的,神就做相反的事 神就做相反的事,即是神就做聖傑的,光明的 我們就感謝神了,神是這麼光明的,是這麼聖傑的 他裡面就不是有些污蔑的,他的說話是比金子更加寶貴的 他的說話能夠改變人的 我們就欣賞神了,他有一句說話 有些人是這樣的,他聽了聖經,他當時有些沒有信 但他那句說話藏在心裡,過了很久以後忽然想起,他有信 有些人過了很久,或者想起神的話,很久以後影響他 第六節說,蝕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蝕頭是我罪惡的世界,能夠污衛全身 也能夠將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 他這裏也是用這個比喻,蝕頭就好像火,整個人點著了,燒著了整個人 意思是甚麼呢? 譬如說,人發脾氣,他的言語就會… 人說話,越說就越走向他說話的方向 譬如他發生氣,他會罵人,越罵就越生氣 如果善良的人,他心裡有善良,跟著他說出虎人的話 他自己也會跟著,又會更加善良 即是我們的心影響我們的口,我們的口影影響整個人 那就點著整個人 生命的輪子是甚麼呢? 生命的輪子是一個比喻,人生好像一個循環,一個輪子 即是一個過程,他能夠將整個生命的過程… 怎樣去解釋為甚麼是過程呢? 因為輪子要向前走,人生又好像… 有個循環,有些人都畫過圖,由出生到離世,有個輪子 舌頭可以污衛整個人,由他一生人說的話,將他整個人點著,燒著 是從地獄裏面燒著,即是地獄的勢力來到他世上,來到他生命之中 有些人就這樣,他經常都說奏座說話 或者經常都說,哎呀,好慘啊,好苦啊,我不開心啊 但當他越說的話,他就越苦啊,所以我們要小心我們的舌頭 即是就算自己,很多人都說,哎呀,我真的蠢啊 他講這句話,他就覺得自己真的很蠢啊 本身覺得蠢,他越說我蠢,他就越說我蠢,他就越說服自己是蠢的 譬如有些人,哎呀,我想死啊,這句話我經常都叫不要說 不要說我想死,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會有這個意念想死的 你越說就越想死,所以不要說這個意念 說的全部都是正面,我的心靈很寶貴 正面意念從哪裡來呢?聖經我來,我的心靈很寶貴 神好體重我的,神愛我的,神關心我的,神祝福我的 神愛我的,神關心我的,神祝福我的,這些就經常說了 那我就就入了心了 那我自己發覺,我經常說這些正面說話,我人真是開心些 我祈禱都是,我心靈很寶貴,我祈禱了,感謝天父 我一路相信,就越是入心的 大家有沒有試過,發覺越講正面的東西,就越入心 越講負面的東西,就越負面的 好了,接著第七節 其實你們可以坐前一點,可以一起參與 其實他用了幾個比喻 第一就是用雀環,放在馬嘴 第二就是船,用陀,用火,可以燒成樹林 然後他用酒獸,他說各類的酒獸都被人制服了 幾兇猛的野獸,獅子也好 你一班人圍著他,獅子都搞不定 就是人種能夠搞定,就是各類的酒獸 那時候沒有槍,但他們都能夠制服到獅子 任何的猛獸 他就說了,那些酒獸全部都制服 為何是洩投就制服不了呢? 大家在新聞有沒有發現,有些名人都說錯話 原來人的說話呢,其實人人都很容易甩漏 我自己都發覺人生有很多甩漏 那我就強著幫我,保守我 我現在就小心很多 以前是隨意多很多 有些人一生都是衝口而出 永遠都不去管理 經常都是衝口而出 結果就很辛苦了 我們繼續說 野獸都制服了 但唯獨洩投無人制服 是不知識的惡物 當然他這個指罪人 即是不悔改的罪人 是不知識的惡物 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這個《末日決戰》 《末日決戰》的書有一個人叫Rick Joyner 他看異仗,然後寫出來的 他說很多基督徒有背著邪靈 邪靈就噴這些東西攻擊人 他說基督徒做得不好 就罵他,說他不好 好了 當基督徒跌下,他就踩他 即他未跌下 就攻擊他說 你什麼不好,你不夠愛心 其實聖經要來罵人 可以很傷人 我有沒有聽過人說聖經罵人 你沒有愛心 你不懂得傳福音 你不好的見證 這些是真的 他真的有不好 不過越罵就越什麼呢 越低沉 越失望 越走不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 有時候需要指責 指責是當人不肯悔改 就是一路勸勉 指責他也不肯悔改 但他肯悔改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罵他 是告訴他 神愛你的,你的生命可以提升 你想不想讓神提升 神很想幫你 就是這樣 這就是正面 這裏說到負面 負面的言語 是不止息的惡物 我就算在基督徒 我都見過 有些經常出負面 我講的例子是什麼呢 簡單的例子 有些人一講就慢慢講 誰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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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說我 那些人先說他 可能他自己也不好 那些人就先說他 那他就一路說一路說下去 那我就問他 我問他 你想我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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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想不到想我做什麼 他只是想掃苦 掃苦就是告訴我 那些人很不好 非常不好 但是 你一路說給我 再說下去 我再聽多些 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我就會問他 你想我去幫你 怎麼處理 因為你想我幫你 處理那個人 我問他 因為你只是想 分享給我聽 這個就是我們幫他思考 這個就是在輔導上的引導他 我都講講 三樣東西 譬如他說 我想你幫我 那我就說好了 好 你想我幫你 那我就 我聽足夠了 有時候他講一些不好 我就說 我足夠了 我知道了 你說那個人又不好 我聽夠了 那我不如回應你 我會引導他 如何去處理 如何不讓人影響 如何不要吃垃圾 這些負面說話 不要吃垃圾 你如何不給他影響 你如何祝福他 那我就引導他如何處理 好了 他說 至於那個人 那我就回答他 我說 這個人都不在我的 帶領之下 他不是我教友 我去跟他說 他會不接受 除非他願意 你問他 你想不想有個牧師幫你 他想 我可以願意 如果他本身有牧者 他想找牧者 他就找他自己的牧者 所以這個不是我的 責任 我回答他 你跟我說不到 我幫不到他 他不是我牧養的人 他願意我幫 我是絕對想幫的 好了 第三個 他想分享 想分享的時候 我又會回應他 你都說了你的痛苦 我知道你痛苦 不過再說下去 都是令到你更加煩 越說越煩 不如我們現在想想 怎樣清理這些垃圾 我將他引導 你三天想哪樣 想哪樣 我就回應你 可以怎樣幫到你 有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些人 你跟他幫他 他就慢慢地說 我們都是 哎呀 我有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我們就可以怎樣 交回波給他 好了 有些問題可以怎樣做 可以怎樣處理 那就把波交給他 我們 我又不是 我不是傷害他 我只是引導他 不是經常都是 他慢慢說不好 我解答他 是他自己 懂得怎樣處理 這個就會 引導到他正面的 就有盼望的 去改變的 但有些人呢 就不是 因為這裏講蝕頭 有些人的處理方法是怎樣 你講那麼多話 你問他做什麼 你自己有沒有壞 你自己有沒有做錯 你有沒有說錯 那時候呢 好像大家吵架 這樣 所以 也有些人說 看你這樣 我講得俗一點 看你這樣壞 當然人人都不喜歡你 人人都不罷你 那你當然不好 這些就是踩低 所以 所以 引導分辨 分辨的情況 由引導他 向著他 總是向著 建立他 總是向著 提升他 醫治他 釋放他 就不是踩低他 這就是正面 世人通常有些說話 為何是傷害 我們現在看《雅國書》 有三章 我們可以揭去那裏 可以在那裏 再看下面 還有好像 葉大衛牧師那次說 那些先師是造就人 去安慰人 去激勵人 去 激勵 造就安慰勸勵 勸勵 建立他生命 安慰就是安慰他的心 勸勵就是勸導他如何離開罪 如何走神的路 這是正面 不過勸勵也有時 不是用愛心説誠實話 你這麼不愛主 當然是不好 那人聽完就很傷心 都是用愛心 明白他的狀況很軟弱 但我不是踩低他 我是引導他 OK 好 接著下面 我們這裏說的舌頭 沒有人能夠制服 那神的屬性是甚麼呢 神的屬性就是 祂是全能的 祂什麼都制服了 全世界什麼都制服了 祂有能力制服一切 而一降伏在神面前 神就可以幫我們制服一切的罪惡 就是神有這個權兵 神亦都提升人 神不只是自己搞定 祂提升我們 我們都會去降伏這些罪惡 那些不好的勢力 OK 好了 接著第九節 阿國書第三章九節 我們用舌頭重贊 為主為父的 又用舌頭奏座 那照著神形象被造的人 重贊和奏座 從一個口裡出來 為主為父的 余我一代兄妹 這事不應當的 有些人真的去教堂 讚美神 愛神 感激神 但是看到人不好 家人 朋友 就會 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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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便要留意自己 我們會否看到人不好 我們便會罵他 罵他 有時候 不一定是罵出口 有時候是一個表情 他一說什麼 說來說去做什麼 已經是罵他 所以我們要留意一下 因為罵人不只是口罵 表情也罵 還有態度 唉呀 沒有心機聽你說話 你很煩啊 這個都是態度 所以我們自己留意 當一個人經常有這些 正師師我們說到 他就會燒著整個人 整個人燒著 那就是怎樣呢 他人經常都很欠煩 很討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些人 又不喜歡父母 又不喜歡朋友 又不喜歡同事 即是每個人都不好 這個就是他裡面 總是數不好的東西 他就 心裡面有很多負面 所以如果我們越清理這些垃圾 越處理到 人就越輕生 好 繼續說 那 神的屬性是什麼 人就會有重贊和奏座 在口中出來 神是怎樣的 大聲說 神是聖結的 而且在這裏 講開這裏是怎樣的 重贊和奏座 神是怎樣的 神是重贊 即是稱讚人 和讚美好的行為 和祝福人 神會不會奏座 不聽話的基督徒 神不會奏座 神會幫他 不過如果人離開神 神是有一天要審判的 神是可以審判的 神是可以審判的 我們知道神有公義 真是有祂的公義 聖經有說的希伯律書 落在永生神的手中 真是可怕的 落在永生神的手中 可以很可怕 因為他審判的時候 他的慈愛很大 他的審判也是很大 為什麼他會審判很大 因為他一定要贖罪 他才可以停止審判 他不贖罪 他不能贖罪 因為那個罪始終在 他只能審判 而那個人 他罰也好 也補償他的罪 所以 沒有耶穌的人 是很慘 因為他永遠罰也 也不能補償他的罪 他永遠受罪 所以我們就憐憫他們 我們就祝福他們 就不要奏座 有些基督徒會這樣 他不相信 就會心裡生氣了 前些人都不相信 哎呀你落地獄 其實都是咒座 他的心不耐煩 我要果效 人不相信耶穌 我就歡喜 人不相信耶穌 我就發怒 我們始終都是持續幫人 真的有些人說 他有基督徒和我傳呼 傳的時候很熱心 到後來他真的不肯相信 他的態度變了 對呀 我們應該這樣 如果這樣做 有什麼後果呢 如果這樣做 後果叛倒他 他覺得你也不是真的愛心 你是想達到你的目的 你達不到你就發其事 對呀 好繼續 我想問 無花果樹 不結果子 耶穌不是就在他嗎 對 這裏是說到 人都可以有審判的 即是說 人不結果子的時候 可以有審判 但神是會給他機會的 是會有的 所以 師姐約翰和耶穌都有說 不結果子的樹 就撼下來 丟到火裡燒 是有說的 這就是神的聖結的一面 和他的公義的一面 不過神不僅是聖結公義 神有他的念 我們不要濫用神的慈愛 他的慈愛是有一個盡頭的 譬如有些人犯罪 他真是神的審判可以即時臨到 好像鐵達尼號 是否呢 我們覺得很可能是 因為 有些人說 這艘船連神都尋不到 神就尋了給他看 第一 第一次航行馬上就尋了 李小龍就說 有一套電影是死亡的遊戲 李小龍整個生命都很驕傲 神就給他看 你有說你自己這麼厲害 你到底有多厲害 當你去到生命的盡頭 你可以做什麼 這是神的審判 神可以這樣審判 但是 當一個人軟弱神 不是審判的 他想好 不過沒有力 但有些人拒絕神 攻擊神 那些是可以有很嚴重的懲罰 其中一個就是 美國無神論協會 有一個無神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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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辦人的生命是很慘的 很慘的 他是創辦這個無神論協會 想攻擊基督教 而且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他們制止學校祈禱 因為以前美國的學校有祈禱 他們制止學校祈禱 曾經有一個警察說 自從公立學校不准祈禱之後 美國年輕人的罪惡加增了很多 他們的問題多了很多很多 他們專門做這些事情 例如在美國哪裏有一個《十戒》 有《聖經》 他們一定要把這些拿走 所有這些宗教成分都要全部拿走 這就是他們想攻擊的地方 後來是怎樣發生呢? 其實他們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們連無神論協會的錢都拿來 他們都濫用了 因為他們本身是一個污衛的人 因為很多人捐錢 那些無神論者捐錢 就支持他要他推廣這些工作 他就濫用那些錢 結果他自己要逃走 但後來他自己搞到自己身體又病 整個人有很多問題 結果是很慘的 這些都是神在人身上施行審判 神可以抗拒神的時候可以施行審判 所以我們不要藐視神 如果說的耶穌明知道神很真 但是藐視神的時候 或者只是想神幫他 但是自己對神的回應很難度 不關心 而一聽到神的東西馬上沒有興趣 我們都要警醒 這個可以帶來審判 好 我們看看這裏 好 我們看看這裏 一個泉源 譬如有泉水出來 泉水會不會有甜水 一會有苦水 不會的 一會出就出甜水 一會出苦水 他說你一個口 你就只出好的水 你就不要出不好的水 然後他跟著說 無花果樹能量的生橄欖 就是說你的生命是A 你不會出B 你的生命是潔淨 當然人有這個情況 他潔淨也好 他又會出一些不好的東西 不過如果真是愛主 他又會好的生命 又會出好的東西 他這裏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不是那種生命 你不會出那種東西 好了 那神的屬性是什麼 神就是完全善良 是善良到真的沒有想像 他那種美善、慈愛、恩典是很大的 你越經歷神 你就越感激神 越數算神的恩典越感激 你就越看到 哇 神裡面完全都是甜水的 好東西的 所以我們越是親近他 我們就越有美善了 越少親近他 有些基督徒就不喜歡親近神 不喜歡祈禱 不喜歡回教會 不喜歡聽道 不喜歡看聖經 他就少了這種影響 我們都是神 他裡面的屬性 永遠都是美善人 求主幫助我們洩投 怎樣處理洩投的問題呢 第一 內心又平安起落 經常有神的同在 經常讚美神 經常數算神愛我 感謝神 哈利路亞 還有其中一樣的影響人 就是律法主義 因為很多人都說 你做得不好 你不夠乖 你不夠懶惰 你不夠懶惰 那就批判我們 那我們應該怎樣回應呢 我們就說 神愛我 我做得不夠好 神赦免我 我就有力量 永遠用恩怜 神提升我 接立我 一世人不是接立的 多數是批判的 我們多些 神的愛 神的恩怜 人會多些美善 一想說不好 就立即留意 立即停 一說錯了 求主 謝面也請人原諒 學習怎樣說正面的說話 我網上也有說到 怎樣說恩典的說話 有可以說很多善良安慰的說話 其實我們從我們周圍的人都收過很多安慰的說話 尤其是我們的父母曾經跟我們說過很多好的說話 我們的朋友 在教會的弟兄姊妹和牧姐都有跟我們說很多好的說話 求主幫助我們從這些好的說話學習 聖經滿有好的說話 我們學習聖經善良的說話 能夠說出的說話都是善良的 都是祝福人的 求主施恩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潔淨我們裡面所有的污衛 我們心裡面有怨恨苦毒 怒氣激氣的 負面的求主潔淨 讓我們深信神保守我們 神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不用怕 不用激氣不用怒吵 有時耶穌祝福我們 我們凡事都無福 保守我們的舌頭 能夠說正面的說話 堅立人 我們都欣賞神 神口中常出恩言 神的口是時說正面鼓勵的說話 我們都聽到神的境界的說話 我們受到境界 我們就小心 不要犯罪 不要得罪神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